字幕提供 剛剛原來我們在開箱的那個地方 看起來好像是最安全的 可是你進來這邊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我發現 你有沒有發現裡面內外 你差一步就完全感覺不一樣 然後第二個古人說門前不栽傷 就是他的門前大門正前方不中傷 因為傷跟傷事的傷是同一的 這個就是傷素 而且是直接正對了他這個大門 大門 而且很大 而且這個大門它直接是一個走貫穿這樣子 對 所以你有發現你光一步踩起來 感覺就突然間 連空間感都不一樣 對 而且講話開始有一種 好像比較懵的感覺 甚至我們也太像那場監獄的牢房了吧 鐵 是鐵 這真的…我覺得這是… 這門很重喔 這門很重 這門很重 我們還是離開 感覺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因為它這種門 感覺門禁止一點 不曉得這關什麼 我們現在看到了一個空間 然後感覺它這裡原本是一個 像是大門的地方 但是現在全部被原本封起來 就是門型還在 然後我這邊看是門型 但其實外面看 有可能完全封閉了 對 所以它就形成 我們看得到的在走的門 跟看不到他們通過的門 好 那其實我們要感應的地方 就在你的隔壁這個空間 這一間嗎 對 所以我們在網路上就是 有找一個感應的方式 先去體驗一下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那到底怎麼準確 對 那你可以一個人去試試 那我跟老師坐在這裡等你 反正那麼近 你就一扇門而已嘛 你要自己進去試試吧 一扇門 可是老師剛剛有說 如果是陰陽門的話 那一扇門 會有可能帶領 通往另外一邊看不到的世界 而且我現在站在這個門框的下面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已經感受到老師講的 只要是有門型的東西 你都會覺得跨一步在外面 跟跨一步在裡面 那個氣場是完全不一樣的 而且有一陣 有一陣涼液耶 對啊 這房間我有點不太敢進去 不用擔心啦 我裡面一次都已經幫你設定好了 待會你就進去 就把蠟燭給天上 然後我特別留一條 直接跟他的頭 廊上的紅線 你就拿著那條紅線 以及我手上的這個靈板 跟娃娃直接做感應 然後跟他對話這樣 跟他對話 問問題 看他會回答你什麼 這一個是從哪裡來的 這一條 這個就商業經驗啦 那就再麻煩你了 你只要想著 感應完就可以拿獎勵 天啊 好 麻煩你一下 真的有點詭異耶 你看 哇 已經看到千倍整個 荒廢的程度下滑了 因為除了牆面非常的斑滅之外 我現在腳下踩的全部都是碎鍋 如果待會有什麼狀況發生的話 就容易受傷 所以我發現這一間 就像是剛剛說的 本來是窗戶的位置 是 然後眼淚 直接提皮跟娃娃放進去 然後眼淚 直接提皮跟娃娃放進去 靠 靠 我剛剛感覺到好像有人在拉到這個 我剛剛手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他這個座椅 他也沒有接觸到第一面 所以我覺得好像是有人在另外一段 要不要這樣拉一下 好 我現在先把這個座椅拉住 緊張 因為在這些蠟燭全部寫起來 我覺得他這個 每次的結件 就是更有缺 我現在按照人類的視窗方向 我現在把這些按照進去 哇 我真的踩在那邊碎鍋裡 裡面的感覺 OK 很不舒服 聲音也很刺 大腿 我開始跟他有手連結 連結的老師說非常不容易 只有乾淨 很多人還有問題 我手都沒有動 他一開始在 小小圈的降噪了 可是他的方向是不規則的 下次 現在的順勢 越來越大了 請問 請問 你現在看得到我嗎 如果看得到我的話 請畫大圈 我 我 怎麼 可以打被打出來 Rosa 靠 馬尾軒下來了 我問馬尾軒 他不停 下來了 請問 阿翔 你現在距離我很近嗎 如果很近的話 請開始繞圈 開始繞圈 繞圈 什麼聲音 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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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動物 太扯了 我剛剛看到那個畫像 它倒了一下 然後 發現一個啵的聲音 你們有聽到嗎 我沒聽到 等一下啦 老師 你看我現在 老師 我現在怎麼辦 沒關係 沒關係 我現在感覺好像會把它吊著 我要把它吊死的感覺 老師 你看 怎麼辦 怎麼辦 我現在的 老師 我要把它解開嗎 喔 蠟燭也都倒了 怎麼辦 可能你要往前站 要站在那個盪裡面 老師 我覺得我這樣好像把它勒死 好像把它吊著 它這樣是一個上吊的姿勢 然後嘲笑我了 老師 啊 它一直轉啊 什麼 啊 啊 阿 啊 啊 打出 阿 阿 打出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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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這個範圍裡頭不要出去 要在這個範圍裡頭不要出去 這個圈子裡 然後剛才那個 這是一個結界嗎 對 然後剛才那個洗掉的那支 兩隻蠟燭趕快把它再點來 你不要點 就戒別的火 對 老師為什麼要直接戒別的火 因為你戒別的火 你不是讓它重新在那個 它還是在原本的這個裡面 它的能量讓它不要閃掉 老師 它倒掉了兩隻蠟燭 把它立起來 對 把它立起來 你會發現它幾次倒掉 它正常的情況下是不會熄掉 對啊 而且我剛剛有聽到 然後 它好像另外一個娃娃的聲音 蛤 我說另外一個第二隻娃娃嗎 對 因為我聽到一個女生的聲音 你不是放在背包嗎 真的假的 它在我背包裡面啊 對啊 我剛剛放進去啊 啊 剛剛找出真的 所以它 等一下 我誤會了 沒有我眼睛喔 但是這一隻 所以其實它這一隻 一直被我背在後面耶 所以你問它是不是裡面很近 因為你一直背著它 對不起 那這樣怎麼辦 老師把它放回去嗎 還是 基本上我會建議你先把它 身上很齊 應該先把它解開 那我們要不要先出去 出去講話 所以我可以先往外側嗎 我可以離開這個節儉嗎 可以 因為剛才其實它已經整個它觸動到周邊的氣場 所以周邊的東西應該有開始在動 對啊 我去接到那個畫像後面有很多雷聲 然後 先往外側 然後長 那Eason Eason你剛剛那邊感覺怎麼樣 又吼到外面 我覺得那一切都發生得太快了 我根本來不及反應 然後我以為它會像 就是我在問第二個問題的時候 我以為它會給我像第一個問題一樣的反應 就是會讓我仔細觀察 結果當我才…那一句話才剛講完 我就聽到那個牆面發出咚的一聲 然後我嚇到彈開的時候 我的目光一直在找說是什麼東西發生的聲音 結果當我低下頭的時候 我才發現更驚恐的一幕 就是我變成說我拉著那條紅色的繩子 然後把它脖子這樣背著 很像吊死它的那種感覺這樣 如果我在這個問問題的疑似當中 之前不是有沒有說 就是你在玩疊線的時候 最怕的就是你中途突然手離開了 或者是你沒有把這個儀式好好的做完 那我剛剛這樣子的狀況出現 是不是也是等於說中斷了這個儀式 中斷是沒有中斷 因為他並沒有離開 他還在你的這個書上 他還跟你有連結 但是我比較擔心的是原本那個 他…你不知道他是前任主人 還是在前面的主人 對 是不是這樣子 走掉 所以你突然間你會發現他是掉起來 那會不會是在傳達一些訊息 因為你問了一個問題就是 他離你是不是很緊 對啊 他真的是離你 你今天真的也是真的完全感應到 天啊 你… 我沒有想到 哇 天啊 你跟他背跌背心 老師他這樣子我回去以後我… 他會跟著我嗎 其實還好 待會兒我們會再做這個處理 所以他不是只有那個 他基本上他剛才的震動 是除了這個空間原本的那個範圍外 震動到旁邊 其實你也認為今天… 可以 完美了 可以 圓滿了 好啦 那這個就是你今天的酬勞吧 我的天啊 在這種地方領紅包真的是 好 老師你看他們 而且我也不敢數啊 等一下… 我有個想法耶 沒有想法吧 我們今天也是夠恐怖 所以我們主委加碼 主委要休息了 晚上幾點鐘了 主委不睡覺 這個加碼呢 是你現在拿的費用 五倍獎金 五倍獎金 那是你 你會想要去拿嗎 一個人 一個人 我覺得這張都會有炸耶 不會有炸 我們錢都是來真的啊 上次也是來真的啊 算了 我不要 我拒絕 我可以選擇拒絕嗎 喔 可以啊… 那你就是你要從這邊自己回去啊